我想今天我們同票黨團要開的記者會的主題 就是我們覺得蔡英文昨天提出來的 八年要蓋二十萬的社會住宅 這樣一個政策根本是空洞之條 根本就是在呼籠選民 柯片已經說了 當時他喊出來 他這個四年當中他要蓋五萬戶 他都覺得他可能是做夢的時候夢到的 那我們要問蔡英文主席 你這八年二十萬的社會住宅 是不是也是做夢夢出來的 他是要變魔術嗎 他怎麼樣變出這些社會住宅來 所以我們認為蔡英文 他其實在這個整個總統大學政策當中空話一堆 又呼應了他空心菜的主題 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你要為你提出來的政見負責 台灣人民沒有那麼好騙 你喊八年二十萬戶的社會住宅 在這邊我們就已經可以宣告 你其實就是微跳跳 因為根本是做不到的事情 我們樂見我們洪秀樹副院長不斷的幾乎每周提一個兩個他的政見 我們也樂見蔡英文主席提出他的政見 那麼可是很遺憾的看到他第一個政見 他丟出來叫做空空如也 二十萬用喊的 不知道二十萬要坐落在哪裡 廣見社會住宅這應該是大家共同的方向 可是問題我們希望總統候選人要負責任的講出來 在什麼地方數字不能太離土 一下子講二十萬 我們看到這個二十萬看起來就是一定會挑票 看起來那就是他只是在做夢而已 我們感覺這樣的政策還是非常的空心 講個不好聽的話 看起來只不過要配選票而已 謝謝 空心菜又來了 難道我們不知道說蓋社會住宅是多麼的重要嗎 可是當在蓋的中間碰到很多問題 最重要是兩個大問題 一個就是土地的取得 第二個就是說當地居民的一個反抗 我們都很清楚問大家說要不要蓋社會住宅 大家都說好啊一定要蓋 那蓋在你家旁邊要不要都不要 所以就是說你食物上有相當大的困難 那假如說你真的要蓋二十萬戶 那請你把那個二十萬戶的計畫 你要蓋在哪裡 你的錢從哪裡來 清清楚楚的告訴我們 那你是不是蓋了這二十萬戶以後 你就可以解決了所有 所有所謂的社會上住宅的 分配的一個不公平呢 還有你有沒有辦法壓低房價的問題呢 還有所有的房價區域合理化的問題呢 我想你應該要好好地把它說清楚 否則真的是 又是一個空投票票的政策 那選民部也接受了 謝謝大家